农历今年倒数两个星期 霹雳仪宝今天提前感受浓浓的佳节气息 超过500人携手带来声势浩大的中华谷表演 参与者包括了6岁到90岁的各族同胞以及新加坡人 如雷冠儿的谷声弥漫 场面非常壮观 马上跟随镜头去感受现场热闹的气氛 棒锤交响 锣鼓齐鸣 霹雳仪宝豆母宫 鼓声响彻天际 来自全国各地和新加坡的老老小小齐聚一堂 一起带来气势滂沱的中华谷表演 这场声势浩大的2024年 降龙腾飞喜迎春鼓翼表演 结合了全国18所中小学和独中学生 还有马兴两地的好鼓人士 一共508人一起演出 参与者年龄最小的只有6岁 而最年长的已经高龄90 这个场面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场面 令到我非常的激动 哇 这个是难得的 不容易 不容易 整个场面都震动起来 甚至我们站的地方都摇动 这个不简单 这个可以说是在马来西亚 还是第一次 值得一提的是 活动还吸引了不少的有足同胞参与 所有人默契配合 卖力打鼓 进行团结一心 凝聚而成的强大气场 中华古的技术 节拍和动作繁多 要超过500人维持统一的步调并不容易 因此这次的鼓谱 以简单为主 让所有人更容易配合 一学一懂一掌握 最重要呢 因为集体活动嘛 就是整齐 动作的整齐 所以我们用这个简单的 简易的鼓谱呢 让大家在很短的环境里面 就能够掌握鼓谱 打得整齐 这次的表演也创下了最多人共同呈现鼓谱的记录 成功列入马来西亚记录大权 主办方强调 活动除了是配合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 更重要的是以鼓传译 以保动母公主席陈梦丽 希望透过这场活动 能让华人传统文化艺术代代相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